週長庫默週二宣布 累積138,836人確診中共病毒 死亡人數出現單日最大增幅 至少5,489人死亡 增長731人 不過庫默指出 最近三天平均住院率有所下降 庫默表示社交疏離政策 行之有效 會繼續執行 而要重啟經濟 還需要更多聯邦援助 他稱聯邦的刺激法案 資金分配無法滿足紐約州的需求 對於核實復工 庫默表示 在與新澤西州和康州州長共同協調 將推出抗體測試 並且希望與私企合作 大規模生產15分鐘病毒快速測試 你會在你的系統中有病毒 這意味著 你可以去工作 你可以回家 去學校 你可以做任何要求 如果你有病毒測試 那是一部分 如果你可以檢測 如果一個人是病毒的病毒 你可以做到那天 你能獲得15分鐘 這也是另一種方法 回家 目前 紐約州老公部正在加強服務 應對中共病毒造成的歷史性失業申請 州長秘書梅莉莎·德羅薩州已表示 2008年金融危機高峰期 一天能接到1.3萬通失業電話 兩天前的電話量超出其6倍 由於中共病毒爆發 數以百萬劑的紐約人陷入失業困境 最近的一份報告顯示 3月28日結束的一週內 就提交了36.9萬份失業金申請 由於電話線路超負荷 網站癱瘓 該機構已經將4臺服務器增加到50臺 除了原有的700人 又新增300名界線員 未來 勞工部還將與谷歌合作推出新網站 預計會在本週啟用 新唐人記者宇婷 紐約報導